大家好,我是小琴,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个新的东西叫无聊源 无聊源是一个NFT,非同质化货币 什么是非同质化货币呢?最简单的说,我们使用了人民币 那就是同质化货币,基本上每一张都是一样的 那么非同质化货币就是指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又可以做到货币流通的功能 大家就这么理解吧 那么无聊源呢,它是一种非同质化货币 它是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发售的 当时发售的时候呢,只有0.08个ETH 价格呢,就是300多美金吧 发售第二天,就通通的卖光了 可见它的火爆程度是非常高的 一个月之后,无聊源的价格呢,就已经到达了1700美金 几乎就上涨了5倍 那么这是一个月之后 现在一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呢 我昨天看了一下,基本上它的地板价是在107个ETH 地板价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最最便宜的那一周 都要107个ETH,相当于34万美金一个 那比起刚刚发售的时候,0.07个ETH的时候呢 它已经上涨了1250倍一年的时间 那么听到这里呢,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就会产生一种心态 哎呀,加密货币呀,骗人的呀,是个泡沫呀 那早晚有一天你看好,通通归零 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真假重要吗?逻辑重要吗? 你赚到钱了就是真的,你套在里面呢,就是假的 股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的合同,听上去像真的 那么在公司要裁员解雇你的时候 你这个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这个是第一种心态 那第二种心态呢,就是哎呀,我又错过了100万啊 然后就开始抱怨,悔恨自己,没有远见,没有慧眼 或者没有决心,勇气等等之类的 其实呢,这种想法呢,也大可不必啊 因为我相信啊,无聊员它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成为最后一个有潜力的这么一个项目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复盘一下啊 看一下无聊员它是怎么用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身家翻了1000多倍 那么做事先做人,我们来看一下团队 这个团队呢,是由四个30多岁的年轻人组成的 有些当时是有工作,有些当时是没有工作 其中有一个呢,是加密货币的交易员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从事媒体行业的 另外两个是工程师,是技术人员 他们四个平时呢,就是好朋友 一直在线下讨论 对加密货币也有兴趣 然后在2017年呢,他们就凑在一起了 决定下场试一试 直到2021年,他们就正式推出了原货币 一炮而响 那么其实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啊 我也并没有觉得这四个年轻人 是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或者有多么的智商卓越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呢 现在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组合非常的好 又有懂技术的,又有懂美工的 还有呢,懂市场推广的 他们的思路就是打造一个品牌 用洋气一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创造一个IP 怎么做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他们的团队是特别会和市场去沟通一个陌生的事物 假设现在让你在30分钟之内要和你父母讲清楚什么是NFT 为什么他值得投资,你能做到吗? 你可能不能 但是呢,他们就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让市场认可 不管这个市场到底懂不懂什么是NFT 或者前景在哪里 但是他就是能够让市场进行追捅 那么这种和市场沟通的品牌营销的能力 是这个团队所核心具有的 那他们做了什么呢? 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下 他们做了这么几类 首先就是找名人背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人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体育界的名人 比方说他们让非常多的NBA的球员去购买了他们的NFT 把他们在Facebook上的头像换成了他们猿猴头像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是从娱乐圈去发展 娱乐圈就是包括当前比较红的一些歌手啊 影星啊 最近的一位是Justin Bieber 他呢,花了500个ETH 相当于150万美金 卖了这么一个猿猴的头像 那么演艺圈也好 或者说球星也好 他们和大众的市场亲近度 是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说穿了就是他们找明星代言 那么这是他们使用的最最重要的第一个手段 那第二个手段呢,就是降级 因为当你看到有那么多明星 买了那么贵的一个头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和我的距离好远啊 但是和我好像没有产生互动 没有联系 那他们做的第二步呢 就是降级 不单单是请这些大明星去做 他们也让身边的艺术家 或者说是网红 去拥有这么一个头像 拉近和普通大众的距离 当你感受到 好像这个事情和我也没有那么遥远 也不是说这辈子都够不着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第三步 他进一步下沉 他和耐克和阿迪达斯合作 把自己拥有猿猴头像的标志 可以在他们的T恤 Polo衫上去结合 他呢做了250件这种卫衣 在连帽衫嘛 然后呢在上面 绣上了独特自己的芯片 可以验证这件衣服的真假 那么你看啊 他的步骤就是从巨星 超级巨星 一直到下一步和网红 然后再到第三步 我们平常人能够消费得起的 耐克阿迪达斯 那一步一步 他就逐渐了拉近了和你之间的距离 让你觉得 好像我和这个圆猴币呢 也并没有距离那么远 所以说他的公关是做得很好的 那么为什么他的公关能做得这么好呢 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团队当中 有一个是专门做媒体的 是这样吗 有一部分原因 但是我相信他们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 很老牌的娱乐圈的经纪人 加入了他们的这么团队 非常看好他们 这位老牌的经纪人呢 他曾经给麦当纳 YouTube都做过经纪人 在娱乐圈内有非常广的人脉 比方说 环球音乐杂志 滚石都跟他有过深度的合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顺理成章的 有什么资源办什么事情 所以呢 在圆猴币的推广上面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包装明星的 这个套路或者影子 我相信呢 他们在品牌或者项目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想到会要用这么 并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路线图 说我要去找这么个人合作 那个人合作的 只是说 碰上了这个资源 就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 碰上好的资源是一种运气 但是如何把这个资源 百分之百的利用好 这个却是一种能力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他们是如何把这个圆猴NFT 从一个遥不可及的 很高端的东西 一下子拉近和平民的距离 并且同时让它保持高端 那么这么一个方法 那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他们现在的一个团队 真的是非常的天才 我觉得它进化出一种 更为巧妙的盈利的模式 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进化 而不是设计 因为我相信很多东西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想好 要怎么做怎么做的了 而是在不断的情况的变化当中 它逐渐的进化出一种盈利的模式 你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它让那么多的明星给它代言 花了那么多的钱买了这个圆猴的头像 这些真金白银进去之后 明星他们是要有回报的 那怎么回报 回报有两种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让币价逐渐的上涨 那么明星就可以从这些币价上涨的过程当中 获利去盈利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他很聪明 他是把这个品牌的授权给到他 也就是说谁买了这个LFT 他就拥有了这一个头像的所有的使用权 你可以把它运用在电影 电视 音乐 书刊 杂志等等 你拥有了他所有的版权 也就是说 这种版权上可以给拥有者带来一部分的盈利 但是要形成这种盈利 它有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 首先你这个形象是要值钱的 对不对 你形象不值钱 你就算拥有了他的版权 又能怎样一文不值 所以他也就需要不断的通过和公关活动 来维持这么一个形象 品牌形象的价值 那么这是他第二种盈利的模式 第三种盈利的模式呢 是他不断的找到韭菜 下沉他的市场 让更多的韭菜来接盘 他是怎么操作的呢 就是所有拥有原始币的这群拥有者 他可以免费获得一些衍生币 那么这些衍生币 然后他们再拿到市场上去卖 这个就相当于是原始股纯利润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他就是在上个月三月份 也就算这个月吧 他推出了一个加密货币 名字就叫原侯币 那么也同样的道理说 谁拥有我原始头像的 我可以免费给你多少 送给你一万个币 假设说那这一万个币 就可以被他们立即用来兑现 那么这种粉丝福利 就是让这些原始拥有者 或者说那么高价 花了几百万上千万美金 去买的这些高价值拥有者的 一种回馈的机制 所以说我说 所以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想明白了这三个不同的盈利模式之后 我们就不难看出 它未来的走向 它的走向必然还是要复制 这些成功的手段 让这个品牌处于一个高端的形象 并且不断的让新韭菜进来接盘 以回馈给最初的那群昂贵投资者 给他们进行一个投资回馈 就是这么个逻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这群普通人 要不要去赶这个热点呢 那到底是泡沫呢 还是一个机会呢 元后币正币本身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币环了 价格也非常高 一个几十万美金 如果有闲钱的呢 比方说是中东土豪之类的 你可以去买 它也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那我相信他们的团队 还是愿意把它往高里打造的 那么我相信我的观众当中呢 也不会有太多的中东土豪 可能更多的是普通人 尤其是呢 我说我自己啊 像我自己这样 又比较穷又比较傻 而且还比较贪婪的人 怎么办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投资一个元后币 Appcoin本身 它就虚拟货币嘛 也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因为它现在毕竟不贵 才十三十四美金一个 你可以投个一两百美金 小赌一琴嘛 玩一下 当然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并不是做任何投资建议啊 有风险的 请大家自己去自理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